第2小題喔 這個 負的512 開立方根 那麼 負的512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呢 就是負1 負1 的三次方還是負的 那麼512呢 就是2的9次方 2的10次方1024 2的9次方512 那所以呢 這樣子負1 3次方再開立方根出來呢 剛好就是負1 那這個2的9次方 同學可以給它看成是 2的3次方 乘以2的3次方 乘以2的3次方 這樣3個 3個 那所以當你把它開立方根出來的時候 那它開出來呢 就剛好是 其中的2的3次方 就2的3次方 所以這個負512 開這個 立方根出來之後呢 就變成負8了 就變成負8 就變成負8